請Error 那再請Paul Paul應該還沒到 那就是Annie準備 我要怎麼進去 簡報模式 沒關係啦 那就這樣吧 好 大家可能 就是可能有些人知道 就是HackMD可以拿來做簡報 那理論上它打開應該要是個投影片 但是 對 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進去 那沒關係 我是Mozilla的Mozilla志工 Kamon Erwin 那我們現在 我們一直長期一直在做一個計畫 叫做Kamon Voice的錄音計畫 然後我今天就是一樣要來繼續 就是跟大家推廣這件事情 那我們 這個計畫在做什麼呢 就是Mozilla有一個網站 你上去它就會給你一句 國語或台語的句子 然後 然後上面有個錄音的按鈕 你按下去就可以錄音 像現在這個畫面是台語的案例 然後我們在做的是 就是這個網站的功能就是讓大家可以上去錄音 錄完之後我們會直接在這個網站上面公布 整理 把所有錄好的就是檔案 全部整理成一個資料庫 然後就是免費自由的在這個網站上 讓大家可以自由下載 那下載之後 就是你想要做任何跟語音相關的研發 像是你要做語音輸入、語音辨識、語音合成 相關的東西 你就可以到這個網站上下載 各個國家不同語言的語音資料庫 那我們台灣目前有國語跟台語 那我們目前開始在做原住民族語的部分 好 那 站往下 三件事 一個是收集語音、錄音 第二個是 這個Mozilla會定期把它用CC0授權 不限制任何使用 不限制任何使用的方式來授權釋出資料庫 你現在就可以上去網站那邊下載到資料庫 然後你就可以自由地使用這些資料 Mozilla不管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問你要做什麼事情這樣 好 那一直到今年年中 今年中的 它的滑鼠我一直往上滑 到今年中的進度 我們現在大概是有台語23小時 國語124個小時 那我們目前原住民族語的 短期目標是到明年1月底 我會希望可以有每一個足語 各5個小時的進度 好 目前網站上有一百多種語言 就是你可以 已經可以下載到一百多種語言的資料 然後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第一個是我要整理給大家錄音的句子 像這樣子的一個句子一個句子 這是第一個 所以如果你就是有興趣幫忙整理的話 可以幫我們幫忙一起來整理這樣子的語料 那我們會把它丟在GitHub上 然後同時也把它放上錄音網站 那有國語跟台語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是希望大家可以上來試試看錄音 然後第三個是如果你會講族語的話 我非常缺會講任何足語的 會講會看或會寫任何足語的人 然後我們 今年我有爭取到 今年10月開始 我有爭取到一筆預算來做 就是足語的錄音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 錄音的目前的 預定的時間會是從12月中開始 直到明年的3月31為止 然後是有補助的 所以我會非常希望 會任何足語的人 可以一起來幫忙 一起來幫忙錄音 好 那其實為什麼要做這個 Mozilla做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要電腦跟手機的語音 連續也可以說各種語言 所以我們要來就是收集資料這樣子 好 那我看一下 好吧 總之就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跟我聯絡 然後也可以在HackMD 那個大松的那個提案表上面 找到我們的Line群組 跟Telegram群組的連結 好 謝謝 謝謝 Everyone